大家好,歡迎收看RK的視頻 21年的藍球生涯過後,應見聯宣布退休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到現在我還記得聯哥NBA處置獸隊,所謂魔術隊 因為開球時間很早 在上學之前我特意開了電視機,看了幾眼才肯走 雖然說我之前做過很多次聯哥的視頻 但是大家強烈要求沒問題 今天我們繼續對應天賦系列 版面上已經是沒看到2007年 奧登、KD、Jo Kim Noah 準備加入聯盟 聯哥都準備進入聯盟 球探報告方面寫到上限下限都只不過是先發球員 證明在2K23新手聯哥的最高潛力不是太高 但是我們有自己的計算方法 第一期Brice McGoing就已經介紹了怎樣的潛力 強項球技成熟的時候會無枉不利 不挫持球防守者,然後堅決藍板球員懂得出手的持機 還要說沒有嚴重缺陷,其實也有缺陷 聯哥的出手速度稍微慢了一點 亦都會影響到他的名用率 反正暫時是76種名 19歲這個年紀 坦白說作為新手來說 這個配置,這個條件是不差的 看看哪隊球選中聯哥 第一個賽季準備開始 聯哥是被華盛頓巫斯 用第3順位的選手權選中 看來巫斯這邊都頗看重的聯哥 可以說是情投意合,即現實聯哥也是效力過華盛頓巫斯 你見到遊戲直接安排31號的球衣 這個跟現實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暫時球隊的大哥是一個假人 好像大2Z、小事、有些怕 球員的水準是很高的 聯哥一進來就已經有一個徽章了 延伸4號的定位,顧名思義就是 中距離三分球是不差的 作為新手來說不算差的 內線防守和藍板可能要倒閉 現在已經是20歲了 所以聯哥的巔峰開始年齡是多少歲呢 我們看看資料這裡 巔峰開始年齡是24歲 換言之跟大疾那期差不多 只有3、4個賽季去發展 最大潛力是83 我都說了,我們有自己的計算方式 現在聯哥的能力值是76 所以最大潛力值就是76加8 就等於84 這個第一期Brice McGowan 我已經是講得清清楚了 其實暫時上場時間 只會打一個手法 但是同位置可能人數會比較多 上一期大疾就出道職巔峰 Patrick Ewing 在旁邊教球 今期聯哥也有一個大2Z可以教球 夢幻腳步、低位沉底部大師 以及綠色機器的徽章可以學起來 看回龍門表方面 所以聯哥大概有27分鐘的長均上場時間 新秀賽季不算少 另外頭籃鍵方面我也是稍微做一些修改 一開始只有50多 現在我調成位置平均的73 其實從一個現世的角度來說 第三順位選中的球員肯定是大力培養 73算低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合情合理 好了,新秀賽季結束了 聯哥直接殺入了新秀一陣 不錯 長均11分 5.8個籃板 暫時上場時間其實就16.7分鐘 真的不算太多 這個數據我覺得不錯 還有1.1個偷球 這個並做得方面也不算差 特別是3分球 大家也知道 聯哥現在是延伸型4號位 基本上會拉出來射 當然球隊沒有分打季牛賽 暫時陣容差了一點 這個假人發難炸 看到聯哥總評的上升速度 包括季中發展速度 我覺得也是挺可觀的 好了,第二個賽就準備開始了 聯哥總評就升了3點 這個發展速度真的很平穩 現在大前鋒絕對是手法球員 3分球去到A減 內線防守B加 就是藍板方面暫時還是很頑皮 無論如何都是內線球員 那第二賽教的那3個徽章 他全部都學了 然後自己又多學了2個防守的徽章 然後頭腦Keym是繼續上升的 這個發展的勢頭真的很好 好了,第二個賽結束 對球的成績還是比較差 還是沒有分打過後賽 這個賽果是簽了孟文偉 給了一份3年的入童其實已經33歲 而第二賽也不年輕 發脾氣的 Luligang的潛力好像不算太高 雖然說對球這兩個賽季的戰績是很難 但是聯哥這樣打下去會不會成為球隊的當家球星呢 這個賽季長期是12.5分 6.3個籃板 整體的標高也有上升 但是三分球反而沒有那麼準 其實聯哥現在三分球已經是A 反而內線沒有那麼好 感覺聯哥是提前進入了這個小球時代 其實放在2023年可能更加好 好了,第三個賽季準備開始了 聯哥已經是82總評了 A加的三分球 聯盟頂級射手 但我就發現了一樣東西 2K 你真是很活該 你看看聯哥的三分傾 原來只有2 我剛才多眼看一看 聯哥三分球射了多少個 發現兩個賽季加起來才射30個 你懷疑2K你是不是真是糟糕 上一期大疾你又不給他三分能力 但是這一期你給了聯哥三分能力 你又不給他傾向 但是這一期真的要改 因為上一期我沒有叫大疾去射三分 今期聯哥已經是三分球能力是A加的了 一定要有三分傾向 你還要射多一點 你是頂級射手 所以這個三分圖剛剛的傾向 我可以對比一下中距離 飄來流米2K你真的離開了 80 怎麼說 現在聯哥的中距離和三分球是他的拿手好戲 結果你的傾向這麼低當然不行 兩個都調成80 所以現在的話 你真的不要浪費中距離和三分球的能力 原下之意是上兩個賽季這個數據 是沒有射中距離和三分的 這個賽季是不是會更加好呢 第三個賽季 聯哥終於有機會打季後賽 無私是44勝38負 是東部第六名 其實這個賽季我以為聯哥會拿這個最佳進步 因為看數據方面真的大幅上升 18.1分 7.5個藍板 兩個助攻1.4 偷球1.6個球 當然整體效率有一點下滑 三分球其實是準了 其實聯哥現在是有點Bug的感覺 提前開啟這個小球時代 單賽季成了457個三分球 但是他確實有能力 今天A加三分球 留意到陣中交易換來莫不全 莫威廉士 在現實中 是攻六 聯哥和他也是做過隊友 所以第一回合的對手 哈利波蘭騎士的陣容我們看看 Jamelle Craver Ricky Davis Carmelo 堅揚馬田 還有Eddie Curry 全部都是80加 當然聯哥的第一場季後賽 我們Sim Case 第三次開始了一點 不要緊 我們入場前 陣喇娜 暫時無私落後 六分 不是太多 聯哥暫時 三 還有 出手的次數 不是太多 只有三分 應該主攻點 還是Luligay 好,進入現場 馬上看到 安排一個無球的戰術 但是Luligay 擋了空氣 再擋一次 擋得很紮實 但是聯哥這次 不敢出手 不要緊 再跑一次 橫向的戰術 又是借沿了 Wild Pin 的三分 浪了出來 這次的進攻 Ruligay Step Back 不敢射分出 這次聯哥真的兇了 把握了機會 三分命中 入了一個球 之後 聯哥這邊自信滿滿 接派射了中距離不進 甚至有自己 持球進攻的戰術 和飄移的中距離難度 也是比較大的 最終端暫時未找到手感 先做好防守端 又挖了Carmelo 為什麼我說右呢 因為上一期大疾 又是承入Blocker Melo 這個球 Catch 聯哥真的定點高射炮 一有些空位 他就出手 防守一點都不差 但跳能力是很出色的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 內線進攻的機會 但是轉換的進攻 肯定在內線裡 都要得分 沒理由特地退出三分線外 但是聯哥三分線外 真的是蛋無虛發的狀態 接派射一下手 熱不熱 射了中距離不進 這個球沒時間了 比代聯哥 聯哥說在低位我不習慣 都是飛出去 比較舒服 整個中距離 第四節開始 聯哥是一分鐘都沒有休息過 繼續征戰 既然阿田都跟得挺貼的 聯哥選擇了一個炮頭 九圍的炮頭 九圍的內線進攻 但是確實在場上的時間都比較長 第三節開始打到現在 所以去到第四節 伴隨著這個疲勞度的增加 聯哥的三分球就開始有點歪 你看到真的要喝街得樂 已經是有這個Logo出現 去到最後三分鐘 你看到完全崩不開防守球員 幸好基隆馬田這個球 下手 捉到一個球 看個小 教練就要聯哥打滿下半場的24分鐘 一分鐘都沒有休息過 最後這些球 如果是有體力的話 一早就射了中距離 結果分了出去給Ludy基 三分命中 五分的分差 但是騎士的陣容 整體實力是更加強的 包括Camello這邊 也有當家的巨星級別的表現 Ludy基的三分不進 基本上是殺死這個比賽 最後聯哥不信邪再射到三分 但是疲勞狀態下的三分 手感是比較差的 所以聯哥的第一場季後賽 球都是104比111的比分 輸了給哈利波蘭騎士 最後看回數據 入場之前就是三分 入場之後 打滿了下半場 24分鐘的時間 拿多了15分 主要就是第四節的時候 沒有體力了 手感下滑得比較厲害 如果不是打得不錯 接下來了我就模擬這一回合 實力方面是有差距 所以乾淨利諾 0比4被淘汰 聯哥的第一次季後賽之旅 這回合 長均是16.5分 7個籃板 其實手感不算差 很準 接下來了第四個賽季 無私的戰爭 是43勝39 東部第七名 這個成績一直都上不到 其實聯哥現在可以說是總評最高的球員 跟Ludy基一樣 其實嚴格來說都是86總評 長均18分 7.5個籃板兩個助攻 效率方面是繼續上升 亦都見到是合同年 聯哥說有可能拿到不錯的人工 所以可能會離開球隊 這個賽季又簽班 老師傅大意思 但坦白說這個陣容好像差點意思 聯哥24歲到達巔峰 會不會有機會去到90加總評呢 首先我們模擬了這個季後賽 模擬第一回合 應該都很問水 又是0比4 這個賽季的話 聯哥的季後賽 25.5分 11個籃板 50% 標高三波44.4% 聯哥不如離開球隊 好了 第五個賽季準備開始了 聯哥現在真的兌現天賦 去到90總評 當然已經來到這個巔峰開始年齡 未來的話 頂多會加1加2波動一下 中距離三分波都是練到A加 練內線防守都練到A 其實留在華盛頓都對 怎麼說第三順位選中你 肯定是體重你 所以大家真的情投意合 Rigey還在陣中 我都說他的潛力不會太高 不過這個陣容 你說想奪冠 總是看不到有太多希望 好了 第五個賽結束 成績是不勝反抗 跌到25勝 災難性發揮 聯哥是發光 雖然說這個賽季 數據就是生涯最強的賽季 20.5分 8.6個版 這個表高差不多到5成 但是對球的成績還是比較差 還是那句 這個陣容 我暫時都看不到有什麼機會挑戰總冠軍 上個賽季可能真的特地擺爛 再加上聯哥就發光 但第六個賽季準備開始 看見球隊在隱瞞方面積極了很多 首先第四順位選中了大米 除此之外還簽了Pougasol 4年8702萬 這份合同挺大 不過其實他都32歲 起碼有個年輕人大米 多了個得分點 接下聯哥帶隊應該會輕鬆一點 接上來跳過第六個賽季 因為那個賽季比較平淡 去到第七個賽季 無疑到二月 我覺得可以見證歷史 什麼歷史呢? 看回聯哥 現在試起嘉誠之後是95種名 這個賽季23.1分 9.6個籃板 1.9個偷波 2.2個blog shot 各項的數據都是生涯的新高 而且效率還是這麼高 我一直都有看到這個全明星的投票情況 我就認為聯哥是入選了今年的All-Star 看回東部前場方面 聯哥是排名第四名 僅次於努力斯基 卡密爾和納邦詹斯 僅次於這幾位球員 所以看回全明星的參賽者 我覺得可以恭喜聯哥 看回東部全明星 沒錯 聯哥入選了東部全明星 包括POW的shot 亦都在陣中 確實是實至名歸 所以這一場All-Star的話 我們SIM Case 去到半場結束的時候 入場 然後再展開全明星聯哥的highline 半場結束的時候 東部這邊好像打得不錯 暫時領先2分 聯哥有7分的進帳 一點都不少 好了 又到現場了 第三次打到下半次 聯哥上來 一上來是對位大搖 這邊是寶防Blogger Boogie 如果頭皮 & roll 燈哥胸籃都不想給聯哥 所以聯哥先走上發球 兩發一中的 起碼有得分的鏡頭 自己組織 給了K-Lub 內傳內都可以 Westbrook這邊選擇個人的突破 直接問老師拿出來 以為聯哥這個Blogger乾淨利落 Blog完之後 自己就推上來前場 對著Westbrook好像有些想法 我就在你頭上射過3分 你又真的錄不到 接著來就是輪換時間 但第四節 最後5分鐘 我都是換回聯哥上來 首先跟拿邦詹斯 眉來眼去輕鬆的上籃 基斯保羅停了球 給了聯哥底角3分 無事干擾 照樣射入 真的是頂級外線射手 最後給分 133-147 東部全明星是贏的 聯哥和高比都怕白手 這場球入場打得不錯 最後看數據 我真的沒有認真檢查過現實 大耀打All-Star 他單場得分 最高的紀錄是多少 但聯哥拿18分 這個真的很高 還有6個板 還有3分球這麼準 聯哥這次的All-Star之旅 第一次的All-Star之旅 可以說完美了 真是人防喜事精神爽 這個賽運不單止入選All-Star 聯哥還入選最佳防守陣容第二隊 如果連防守都倒閉 在大前鋒這個位置 聯哥應該算是聯盟中數一數二 21.9分9個籃板 沒問題 1.7個偷球 2.2個 Broadshot 不過暫時 聯哥帶領球隊 還未突破第一回合 這個賽季是50勝的戰績 去到了上半區 我想是今年 應該可以突破 突破 沒問題 洋三追四 搶七進級 下一回合的對手 是這一隊打到活塞 比納斯 J-Wish 雷邦晶斯和K-Lub 就比較純粹 我給大家看看這隊活塞有多恐怖 其實無意的過程中 看著他們 真的拿了多少次 最近十年 拿了五個NBA總冠軍 雷邦晶斯已經有五個FMVP 所以這一回合 我認為就空多吉少 最後是1比4被圖太 這隊活塞確實是比較強 其實暫時這個陣容都比較麻煩 為什麼這樣說 拋的就是梳年紀上來了 其實大賣的遊戲 潛力不是太高 聯哥這個季後賽 24.2分 8.4分 都算是傾盡所有 時間過得很快 接著來我已經是無意到第十一個賽季 剛才無意的這幾個賽季 無私在季後賽的成績 都還是比較慘淡 聯哥這幾個賽季 一直都有入選到全明星 現在是五屆的全明星球員 但是30歲是巔峰夏華的年紀 不如在夏華之前看一場比賽 聯哥這個賽季 11.3分 7.6個籃板 2.9個助攻 見到拋的所以已經離開了球隊 Luligay還是留在華盛頓 大賣的潛力 我都說了 不是太高 簽了馬謙美 Tobias Harris 是第一身加盟球隊 看一場球 第一回合 對手是4號總指的波士順賽達人 嘩 我沒有眼花 居里夏登肥仔 是一隊球 三個MVP在同一支球隊 是不是 怎麼打 我就想找回一場比分接近的比賽入場 因為剛才之前兩次入場 都是半場的時候入場 但是G1打到最後時間 賽特仁已經拉開了領先優勢 不過最後就贏了8分 聯哥23分 8個籃板 4個助攻的表現沒有問題 3分球全部入場 G2我們繼續SIM CASE G2都沒有入場的機會 賽特仁真的 這個陣容實在太強 贏了27分 聯哥這場球拿了16分 繼續SIM CASE G3都還是沒有 太難了 確實 陣容差距大 沒辦法 Luligage斬了40分 但也不夠贏 這場球聯哥的手感比較差 所以G4 這次的比分真的接近一點 7.09秒就入場 還領先1分 聯哥這場球手感還是一般般 希望入場可以打好一點 好了 進入現場 3個MVP真的很難記錄 居里入了3分球 聯哥這邊自己的球 然後左手的拋頭彈出來 伊利亞蘇華傳給史奴特 轉換的進攻 史奴特決定自己突破 還要捉上M1 大米這邊的突破 被V仔水脅亡Block了 匯哥頭殺人居心 還要Pose單打 大米很輕鬆 聯哥這邊繼續是外線發炮 這個拋頭距離很遠 還有防守干擾 接著選擇個人突破 伊利亞蘇華還是聯哥 分給馬謙美 他的進攻能力有限 聯哥再撿個版 佐魯包 接著大米個人突破 拋頭不進 馬謙美推開V仔水 然後補樽 這段時間打得都很頑強 咬著這個比分 但是占斯下燈又拋了3分 大蝦小的機會 雖然馬謙美進攻不是很強 但是都要把握著 繼續是下燈的表演 全球給V仔水 他兩個打Pick and Roll 真的很難打 聯哥繼續Catch and Shoot 繼續外線發炮 真的很穩定的3分輸出 等哥這邊要自己來 急停一個小時距離之後 單打過了防守干擾 聯哥有保防干擾 但是撿個版再上 繼續得分 然後都沒有借到演戶 一個小時距離 MVP 尖斯下燈 最後一分半鐘的時間 Ludy Gay的中距離不入 V仔水收到的版之後 給了J Crowder J Crowder 去到很深的位置 Ludy Gay這個球 完全沒有防守 最後時間基本上是Ludy Gay自己來 聯哥也沒有太多進攻鏡頭 Ludy Gay今晚24分 最後一分鐘 波士頓賽領先4分 三個MVP都在場上 當然在這段時間 手感最火熱的就是 詹斯下燈 好了 V仔水要走完再一個Pick 詹斯下燈的3分 真的沒有辦法 三個MVP其中一個手感火熱都麻煩 詹斯下燈怎麼射 怎麼有 探討結束之後 Ludy Gay還是主攻點 還是選擇個人的突破 拿2分 入是入了 但是很難縮小這個分差 回過頭還掉了人 居里輕鬆鬆入個小時距離 最後這場球都失去了懸念 第四場球 比138比131 三個MVP的波士頓賽領 是輕鬆地淘汰了蒙斯 補充一樣東西 剛才我都看到堂 我是這個東部第一名 是因為我不小心關閉了這個規則變更 所以這次MVP是少了一隊球 辛勞爾良堂我就去了東部 但是沒有了夏樂道黃蜂 西部這邊只有14隊球 當然這個影響不是很大 少了一隊球 好了 接著來我MVP到第13個賽季 聯哥大隊終於突破了第二回合 來到東部決賽 看回陣容方面 這個賽季是做了單交易 送走了Ludy Gay換來了CJ 在國右賽打得非常好 所以現在聯哥是聯手 托方雙槍 32歲的聯哥已經到了巔峰下滑的年紀 還有95種評 不過這個得分就不是太高 其他有很多的假人 這個是詹斯莊順的 Alex Lan 祖巴治這幾個是真人 還有拍神師 面對著8號種子的活塞 我們留意到有John Wall 九己王 白鞭 但是真的有機會晉級 所以的話 是3比4被淘汰 好了 接著又過了兩個賽季 去到第15個賽季 毛斯又一次殺入了東部決賽 這個時候 聯哥34歲 變成92種評 在季後賽打得不錯 依然是波特蘭後場的雙槍 以及一堆的假人 面對的是1號種子的布洛克林籃網 Denis SmithJr Tiree Evans 那幫詹斯 Giant Williamson 以及Rendall Carter Jr 這個陣容的實力很強勁 看樣子都是今年 也是止步東部決賽 但是第二場球贏了 大米斬低了36分 14個助攻 第三場球 是繼續贏 CJ 36分 聯哥28分 老兵不死 聯哥說我想打一次Final 行不行 有機會 3比1 大米爆斬41分 後場雙槍要開始 即是接本球隊 第五場比賽 是4比1 聯哥第一次賽入Final 對手 是猶他著士 看看猶他這邊的陣容 我們看到有梅里 多了分別吵 李可兒 Kaleb 和D'Andre Ayton 這個陣容真的很強 但入到Final 怎麼都要看一場球 不過第一場球是輸了 聯哥這場球只有9分 第二場球是繼續輸的 這場球 聯哥 年紀就放在這裡 34歲 已經到了下滑的年齡 0比3 但是我們都 sim case 最後 6分35秒 其實落後得比較多 但是都入場剪些 highline 坦白說 聯哥這個Final 真的打得比較差 可能年紀都真的上來了 看看入場有沒有分鏡頭 進入現場 D'W Mitchell 中距離 跳投不入 聯哥收下這個板之後 自己推上來前場 面對著Julius Randall 後面還有D'Andre Hayton 兩個人 三個人 聯哥堅決要得分 最後單防 逼了艾頓 捉到犯規 兩分傳中 大米這邊 入了一個中距離 然後繼續是大米 繼續射中距離 不入 假人羅賓信有板 再補進去 縮小到7分分差 但是艾頓這邊突然騷醒 首先入了一個不講理的3分 然後大蝦的勢 對著大米很輕鬆 接近聯哥選擇了一個中距離 其實入場就兩次進攻 一次捉到包 一次就是剛才的中距離命中 沒有太多的進攻機會 最後是126比116 聯哥的第一次Final之旅 是失敗告終 最後我們模擬到第17個賽季 36歲的聯哥還有87個總評 但是他說是時候退休 我們回顧這個職業生涯 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 沒有奪冠 沒有奪冠 但是我們這個系列 從來都不是什麼Superstar大隊奪冠 我看到聯哥可以突破90加 就已經很意外 首先第一個賽季已經很意外 第30位選中聯哥 大家情投意合 首先我覺得聯哥留在華盛頓 這個選擇是沒有問題的 球隊這麼體重 雖然說是 不算有什麼超級巨星 整個過程是不算有什麼超級巨星 就算拋的梳 他也是很老才過來的 但是聯哥還是選擇留在華盛頓 這個選擇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都是情投意合這樣 而且突破90加 做過當家的球星 入選過最佳防守陣容 最後是八屆的All-Star 為什麼我經常都說 這個系列不是很枯燥 就是巨星奪冠 其實實驗個人的突破也是一種驚喜 哪有說成日無異到 盆滿滿滿滿滿 又奪冠了又奪冠了 你看多幾集都覺得假 最後可以交到這份成績單 我覺得已經是很好的發揮 OK 今天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希望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